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学校我们参加了TMEA同学音乐乐生典 然后获获了两个四个月的奖项 今天呢也是起了很早 从澳门来到中海 然后再来到上海 今天到上海是来参加 有你的音乐的上海的live站 看一下外面现在天气真的下雨 今天是阴天 之前有来过上海的时候还是挺轻浪的 心情的话 有点想想的疲惫吧 因为昨晚就是睡得很晚 然后就等到过小时 上海的话 其实还挺想去 也许是那个 今天天气不是那么好 可能会吃一些上海的小吃啊 女生子 过几天呢 会在上海举办我的生日奋祠见面会 目目照照一曲 招花琴 不见有人回忆 如今寒泪琴声色色气 这一次呢给大家带来了三首歌曲 其中的一首歌曲呢也是我最新发表的 个人首章狗狗专辑鸿军的首发曲招花琴 今天会在现场给大家带来这首歌曲 其次呢今天呢也是身穿汉服啊 然后会有高马尾的造型 比较女侠的一个造型 会展现给大家 今天呢是做了一个高马尾的造型 然后穿了一个圆领袍 就是也是很酷洒的感觉 然后今天又配了一个发簪 就是搁这个衣服还是蛮配的 今天的话眼妆觉得很喜欢 睫毛贴的很好看 然后其次呢就是之前 会绑一些发带啊什么的 然后今天是带了一个这种 环扣的这个发簪 然后搁着衣服很搭配 觉得很帅气 日常的话平时运动休闲的会多一些 然后我黑色的衣服特别多 女孩子的话 可能会喜欢一些什么手链啊 什么环啊戒指 当然了俗话说的好 帮指摆冰 我也蛮喜欢包的 今天会给大家带来三首歌曲 第一首歌叫做人间探 第二首叫做招华琴 第三首叫做难度 比如说 其实我觉得歌曲穿什么颜色衣服啊 要跟歌曲的色彩和表达内容 是要有关系的 比如说像招华琴 它是偏伤感一点的 可能就是会灰蓝色 然后像难度啊 比较欢脱欢快 就可以是明亮一点的 比如说像黄色呀 这种的 刚画完口红 现在再做这个造型 一会再按一个假马尾 今天呢是女侠君 女侠君 穿了个圆领袍 给大家看一下我在干嘛 我们在贴这个暖帖 今天上海是有史以来最冷的一天 然后 因为这个衣服比较 厚度不是很大 正常我应该是穿羽绒服的 但是 没有办法上台演出 所以我们就贴了 后背又贴了 大概六个暖帖 前面贴了两个 希望我能挺住 给大家看一下我后面的这个 壮观景象 大家能不能看到我吗 我现在已经感觉很热了 我的天哪 希望可以暖和一点 一会要上台演出了 但是之前吃顿饭 给大家看我今天吃了什么 就是在酒店点的这个 云吞牛肉汤面 然后还奏送了一份果盘 还有这个小和尚 我发现好像走到哪里 基本都是吃这个云吞面的 我在澳门的时候吃的也是这个面 尝一下 味道 现在是从酒店去现场的路上 身上贴了一堆暖宝宝 真的好热 好热 我想把人间满 我必然只剩 就看似的 上台之前的话呢 要准备好耳饭 然后开开嗓 开嗓的话我会打嗓 比如说 哪会都打几个啊 早的会稍微开一些 嗯 其实每一次上台前都会紧张 但是就是尽量克服吧 希望能够稳定发挥 现在吧就是怎么说呢 还没有 还没没上台嘛 就心情还好 主要是有点冷 怕一会上台了之后 风一吹 是吧 会这个动动动的 过年自己加油 相信你 是最棒的 打牌的还OK 打牌的时候就是 试了吃烟量啊 斑斗啊 很大笑 希望今天 不会被寒冷的风打倒 加油 结束了 我的vlog你们还喜欢吗 今天虽然看的也是可以啊 但是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